肉燥上好菜 統一肉燥料理大賽 5月27日前等你來報名 今天我們邀請 新牌大廚阿兵哥來大顯身手 提供參賽者一些做菜的靈感 美味料理Part2 肉燥蚵仔麵線 現在要做的這道是肉燥蚵仔麵線 第一步 先把蚵仔洗乾淨瀝乾 高麗菜茄絲備用 再把麵線燙過拌一點油 蚵仔也要先汆燙並且加久去腥味喔 接著熱油鍋爆香蝦米和肉絲 肉絲只要炒到上色就可以放高麗菜了 炒高麗菜的時候要加一點水 那我們剛剛有準備高湯 可以放一點點高湯下去 等湯汁收得差不多的時候 高麗菜炒好了之後呢 我們把我們的蚵仔加入 這個時候要記得開大火喔 因為蚵仔剛才燙過啊 這樣稍微拌炒一下就可以了 最後只要把蚵仔 鹽 統一肉燥和麵線大火快炒 香噴噴的蚵仔麵線就完成了 你也快動手就看看吧